好的 下面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北京电视台主办的《勤迪运和梦运北京2013七夕歌会》将会在8月13日七一节当晚为大家播出 本人也会在舞台上与大家一起度过 那这个演者人员刚刚彩排完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播报记者就潜伏到了后台 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些各位演员的备战状态 台上明星们卖力演唱 台下的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备战状态呢 这不湖夏则是因为天气太热 衣服几乎被汗水浸透 哇 肉了一些 感觉到上个风好像是热是吗 对 太热了 因为今天是室外嘛 室外的一个戏剧歌会 然后哇 今天很热 湖夏你就不用抱怨了 虽然衣服已经湿度 可是你的头脑还算清晰 看看童谣已经热得忘记 自己要向观众献七夕祝你了 每日文艺播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童谣 七夕快乐 你重来吧 采访中我们发现 短片演出的大多数明星 都没有过和恋人一起度过七夕节的经历 这种情感上的空缺 不免让他们有些小遗憾 这不张亮影就憧憬着自己的七夕童话 就是小时候看电视嘛 还是会觉得挺浪漫的 如果真的有一个牛郎在等着你 就想让自己也变成支女啊 自己有没有憧憬过 要想找一个人 然后一块过七夕 要套我的话 憧憬 欢迎各位带着你的真爱和你的爱人 一起来收看我们2013七夕歌会 谢谢观看 啊 感谢观看